來看看以色列吧 以色列像他說呢 他們對於真主黨已經趕盡殺絕 同時呢 列了這麼一張圖出來 講到13個軍事高層 這一些全部都被他們給擊斃了 只剩下兩個人而已 這樣子的一個作為 當然啦 就是非常大的一個信心的戰術了 真主黨這邊呢 現在是大規模的火箭群來回敬 而且直接射向海法 那裡頭呢 也攻擊了包括了城市啊 村莊啊 平民等等 所以那塔利亞胡說 他們拒絕單方面的停火 要停火可以 你讓我以色列跟黎巴嫩的邊界 要是一個緩衝區 有但書的 裡面不可以有真主黨的戰事存在 叫他退遠一點點 現在呢 其實大家就在講了 真主黨他真的有這麼大的一個火力嗎 還是說後面 其實老大跟伊朗都在挺著呢 原因是因為呢 伊朗聖城旅的指揮官之前不是說被炸死了嗎 後來才發現 怎麼在德黑蘭現身 同時呢 還去參加了其他人的葬禮 這個畫面呢 會說話 這是真的他還是不是真的他 好 另一個事情呢 則是伊朗現在呢 也被發現 他們的所謂設計的廉價無人機 是不是真的也在 已離邊境的一陣攻擊互相往來當中 讓以色列很頭疼 10月13號那個時候不說了 真主黨有一架無人機竟然能夠躲過 所有的這個追查 進到他們的軍事基地裡面造成4名士兵死亡 超過60人受傷 以色列現在呢 說都還在查到底怎麼樣躲過他們的監視系統的 但他們確信這應該就是伊朗這一邊設計 然後呢給尼巴嫩給真主黨他們這邊自行生產的一個廉價無人機 對於美國來說啦 他們其實最希望的就是什麼 就是你要幹嘛你快一點 你做個決定做個了解好嗎 我11月就要選舉了 限下10月15號16號了 所以呢 美國媒體開始在講 以色列可能會加快腳步 盡快的來報復伊朗 避免讓他跟大選撞車太重疊 不要讓這一些的問題干擾到美國的選舉 而美國方面呢也必須要做出一些態度 所以拜登政府呢現在是致函以色列了 說必須要讓加薩人道援助的車子進去 讓物資進去 不然的話他要斷他的軍援 真的有辦法要挾 讓以色列乖乖聽話嗎 還是說美國也只是說說而已 原因是大家看到的就是美國繼續的向以色列運輸武器啊 口頭上面說停火 但是呢這些武器一直往中東這一邊運過去 伊朗的講法是說啦 以色列如果現在真的在美國這樣子的一個催促之下 加緊動鎖的話 任何的攻擊他們都將視為戰爭行為 換句話說就是真的會用戰爭的方式強烈回應了 中東看起來剩下的這半個月好像會燒起來 大家都不希望情勢升溫 也就在這個時候呢我們看到了這通電話 王毅呢跟以色列通話之外 他也跟伊朗的外長通話 強調的是什麼 是中國到底能不能夠在這邊有個角色 因為他們高度的關注這個緊張的趨勢 希望大家慎重行事 先前他們在這裡曾經促成了什麼 曾經促成了沙烏地阿拉伯 還有伊朗的復礁 那曾經呢讓這個巴勒斯坦 好幾個黨不同黨派大家站在一起 有這麼樣的一個宣言 那現在呢在這一個絕骨眼上 它能起到什麼作用 我們想要請教一下 賴老師您怎麼樣來看 首先呢我們來看看是以色列 以色列強調的是我們很有戰績 他們13個人已經被我們殺到剩兩個 剩下兩個但是我覺得後面還會有人接上那些位置 因為曾祖堂已經建立起他們的自動的 這個接替的這個系統了 所以我們看到當他的頭號的這個領導人被殺了以後 那第二號就上來了 第二號又被殺了以後第三號就上來了 我覺得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幾乎是無縫接軌了 所以我覺得殺不完了這第一個 第二個伊朗你看當第一次的轟炸的時候 也就炸死了伊朗的一位副指揮官 高階的一個軍官也被炸死 這代表什麼 伊朗實際上是有在支援真主黨的這些人力的 也就是說幫他們培訓幹部 甚至伊朗也會派一些民兵的領袖 這些軍官進入到黎巴嫩 到真主黨裡面來協助他們 那麼指揮培訓這些領導幹部 所以我覺得以色列殺不完了 另外您看加沙地區打了一年了 打了一年了北加沙你已經控制這麼久了 也控制了一年到今天為止你的北加沙 還是一樣會對你實施火箭彈的攻擊 這代表什麼代表你無法連這麼小的一個 加沙地區你都沒有辦法完全掌握 更何況整個有關於真主黨的控制的勢力範圍 我覺得以色列特別是內塔尼亞胡 你要承認你無法完全的掃清這些哈馬斯跟真主黨 你沒有辦法的啦 那現在他想把這個北加沙二死 叫做那個將軍計劃 這會引起全世界的公分 而且這個賬會算在美國人身上 特別會算在民主黨的拜登跟賀錦麗身上 所以對拜登來講對賀錦麗來說 你看看賀錦麗現在的選舉的壓力越來越大了 她的密約期已經結束了 她的民調一直在往下走 而且她本身的話語權已經開始在流失了 因為她的重要的關鍵的問題都回答不出來 現在反而是川普在幫她搶了話語權了 你看幾乎現在國際間也好美國的媒體的報導 川普的話語權已經比賀錦麗多很多 這代表什麼 代表賀錦麗的選舉不立美國出手了 美國就威脅以色列說 你如果真的這樣做的話我真的會制裁你 我真的不會再供應武器給你 可是我們現在在看的是美國你說得到做得到嗎 這個是一個馬上會被考驗的事 如果拜登最後沒有做到 我相信這個對於拜登對於賀錦麗 對於民主黨真的是已經是很不利的 另外我覺得中國大陸已經在中東地區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了 過去中東地區的混亂的時候 大陸哪有角色可言 現在因為美國完全偏袒以色列 伊朗斷了所有的跟美國的間接的直接的任何管道 沒有了完全沒有了 俄羅斯完全偏袒伊朗 以色列跟俄羅斯也沒辦法透過俄羅斯來跟 伊朗來溝通 兩邊都完全斷了管道 那歐盟本身又不起作用 歐盟本身目前軟弱無力 根本沒有用 所以你看以色列的外交部長主動的打電話給王毅 希望王毅出來握選 這代表什麼 代表中國扮演的角色是越來越重 另外一個部分裡面釋放出一個訊息就是 以色列也不想跟伊朗全面戰爭 伊朗也不想跟以色列 其實美國大陸全世界都不想看到 以色列跟伊朗全面戰爭 可是看起來以色列的內塔尼亞胡 又被他的內部的右翼僵在那地方 所以你不報復你就不行 可是你一報復伊朗一定會反報復 那這個解該怎麼做 我覺得目前來講 大家都不希望戰爭 有講的是以色列跟伊朗 可是好像就走進死胡同轉不出來 但是如果就戰力上面的話 我想要請教一下立將軍 原因是因為德國媒體的報導說 其實在這一回連架無人機 可以直接進入到以色列的空軍基地裡面 而且還造成這麼嚴重的死傷 他說其實他們也滿頭痛的 甚至他們到目前為止還搞不清楚為什麼 這次以色列來講 我覺得他這次確實是踢到鐵板 後面來講他這個頭洗下去怎麼樣收尾 我覺得很難 第一個來講戰爭形態跟前幾次的這種 以阿衝突來講是完全不一樣 以前來講的話是純粹靠空中優勢的武力 來擊敗阿拉伯這邊周邊的國家 但現在由於無人機艦的出現來講的話 可能會改變整個戰場的形態 事實上我們現在也看到了 當然我們不可否認 以色列他還是有很強的這種情報能力 跟他的空中的武力 跟地面的傳統的戰力來講 還是很強 不然他不會那麼精準的 暗殺了黎巴倫戰柱黨的這麼多個領袖 他都很精準的用空中攻擊將它清除掉 不管是攻擊的時間或地點來講都非常精準 可見他情報做得很好 當然他的空中武力也確實是非常強大 可是我們看到任何一場戰爭到最後 你不能光靠情報戰贏 你也不可能光靠空軍力量 你最後還是要靠地面部隊進入地面來做占領 才能夠有效能夠控制這個地方 但是以色列從他進入黎巴倫的邊境以後 10月1號進入到現在 今天是10月16號已經第16天了 我們看他推進的只有幾百公尺 連一公里都沒有推到 尤其是更明顯的是 他攻擊了聯合國在黎巴倫的維和部隊 那為什麼要攻擊這個部隊呢 因為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說 他這時候打黎巴倫跟加薩地區不一樣 是有維和部隊在這邊 維和部隊雖然說只是輕裝武器 很簡單的武器 可是他看得到 你如果在這邊同樣做出這種不人道 殘害無差別的攻擊來講的話 會被記錄下來的 會被拍攝影片的 會被廣傳到全世界的 那個時候美國跟他來講 就沒有辦法在不管是道德的制告的人 會被全世界輿論所攻擊的 所以他不敢做這種動作 當以色列的維和部隊 還在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我覺得他不敢貿然像 在加薩地區做這麼慘無人道的事情 第二個來講的話 這些維和部隊所佔領的地方 都是地域的要點 譬如說道路或幹嘛 所以納坦雅胡要求你們向後退5公里 然後以便他的地面部隊能夠攻勢進去 但是假日說 如果說維和部隊不向後退來講的話 我相信雖然說維和部隊 所佔領的這些地點 他所有的武器裝備是輕裝武器 可是他如果說不退的話 以色列的地面部隊 你再強的武器 你從旁邊繞來講 攻勢來講 確實是會有造成他很大困難 到現在打了16天了 可是我們沒有看到他有很大的進展 當然美國來講 有很重要的角色扮演 這個鈔票跟選票 是選舉兩件重要的事情 那猶太人是他們的金主 是鈔票 但民意來講的話 人道主義是選票 究竟你美國到底是要鈔票還是要選票 那有看這個拜登或者是川普 或者是賀錦麗 他們自己的這個智慧來判斷 是 請教一下兵哥怎麼看 美國現在當然陷入兩難 就是如果你不幫以色列 以色列如果遭受攻擊 那拜登跟民主黨都吃不了兜就走 賀錦麗就很難選 可是如果你幫過頭了 讓以色列為所欲為 讓他在那邊進行大屠殺 或是做很多犯了戰爭罪或不人道的事情 那民主黨還是一樣不用選 所以對他們來講就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他必須要拿捏的恰到好處 這個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 以色列納坦雅胡現在顯然不是這樣想 我覺得對納坦雅胡來說 他大概想趁著這個機會 趁著美國大學還沒搞定之前 我先獲得一些進展 那曾祖黨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來說 現在正在幫他 為什麼 因為政府黨最近做出一些反擊 確實也造成了以色列一些傷亡 可是這些傷亡 我其實有點懷疑 就是以曾祖黨所能夠掌握的無人機 不是很高階的無人機 他是怎麼樣突破以色列的封鎖 到底單純只是一個意外 還是是不是有人故意放他進來 我都在懷疑這件事情 因為以色列過去 你看他過去這一年多 遭受到哈馬斯也好 或是曾祖黨當時也 不管火箭彈或其他的攻擊 他很少出現這麼嚴重的傷亡 所以這個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當然以色列說他現在正在查證 但這個可以對以色列內部的一些反戰情緒 做出一些安撫 也就是因為我們的人已經受傷 因為人家已經打到我們的家園了 所以這時候在反戰好像就變成 道理上有點站不住腳 這可以讓納台雅胡可以凝聚 他繼續去進攻黎巴嫩的這樣的一個名氣 那在這種狀況下 美國能夠不幫嗎 你看美國表面上是譴責啊 說你如果再做人道處理的話 我就不支援你了 但是我就幫納台雅胡說吧 你美國敢做嗎 你敢不支援我嗎 就這麼簡單的一個事情嘛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這場戰爭 至少在美國新的總統選出來之前 是不會停息的 那至於說大陸現在努力也想要進入斡選 當然他是受到這些中東國家的請託 可是我必須說 不管中國大陸目前在中東的勢力有多強大 這個東西不是他現階段可以解決的問題 就跟烏二戰爭一樣 當雙方自己本身都不想停下來的時候 中間的人你再怎麼講其實也是百搭 其實回過頭還是當事人 那這個當事人距離我們很近 大家可能最近甚至我還看到有說出團 現在有的人會開始思考一下 到底還要不要去玩 這是南北韓 北韓現在說開炸了 把兩韓的連接公路鐵路都給他炸掉 甚至直接看爆破畫面 那個時候這個爆破畫面 讓大家看到了再見標語 那大家就開始來講了 他炸的這個地方到底是什麼呢 這個是金益線 還有東海線的兩條公路 那當時南韓的軍方公開畫面 道路旁邊的藍色路標寫著再見 就你畫面當中右手邊那個寫著再見 兩個字 那大家就開始在講了 這個是不代表他們前線真的即將要開戰了 好啦 南韓這裡說他們要反制射擊 可是問題在他們邊境這邊也是有聚到住居民的 所以居民這邊其實是蠻緊張的 甚至還有人是有被撤離 那另一個部分則是在38度線這邊 北韓軍隊傳出是有大量的集結 金正恩現在到底為什麼會有這麼大動作 有一個說法說是因為傳單 這個不知道真的假的 北韓他們稱說是南韓的無人機 他們去噴灑傳單 結果傳單的內容就長這樣 裡面寫什麼 寫說只想中保私囊的金正恩 上面還有金正恩帶這支叫名錶 還有他的女兒穿迪奧大衣 就名牌大衣的圖片 然後就講了現在兩國之間農作物收入的差距 北韓經濟地域等等 那營造一個就是金正恩到底有沒有把人民放在心中 這樣的形象 好像說他是一個昏君 讓金正恩很生氣 所以現在才會有這樣子進一步比較激動的舉動 但其實最近你也隱藏看到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的 先前他還曾經有過這樣一個舉動 就是炸鐵路炸公路 為什麼他背後的邏輯是什麼 一個邏輯說有可能他真正的目的是什麼 是要象徵兩韓之間的合作和解 通通都給他炸掉 原因是因為這個道路 其實說是南韓當時花了1800億韓元去打造的 那現在2020年那個時候 金與正一樣是不滿說脫北者團體漂船單過去 然後所以呢就開始兩邊就是狀況就不好了 那可是現在呢 要炸公路要炸鐵路 南韓這邊的軍方他們的觀察是 北韓他雖然炸歸炸沒有使用大量的炸彈 爆破之後呢也只派了兩台的重機到現場來撤除瓦力 所以他認為炸假的 不是真的讓他不能用 而是要讓他有個爆破感 讓大家說我們真的是強硬的回應他 然後呢在他的內部達到一個安定穩定民心的作用 但不管怎麼說現在看得出來是朝鮮半島的局勢確實升溫了 原因是因為呢兩方的戰鬥部隊都集結在38度線 直升機啊坦克啊導彈啊通通都來了 還叫大家呢來這邊沒事不要來 那北韓這裡的接連動作也讓美國發聲 希望呢停止這一些衝突的風險行為 可是美國沒講話還好 一講話呢大家就會發現美國這角色還真在呢 因為川普呢在最新接受訪問的時候他是怎麼講的 他說南韓是賺錢的機器 還要說我當選之後我就要他們每一年付100億美元 給我們美國大兵 畢竟我們在那邊有駐軍 大家就開始在想不對啊 南韓不是他們重要盟友嗎 現在還希望他們幫忙修船等等 那這樣的一個說法跟想要跟他好一些些的 這一些亞太盟友印太盟友們心中又會作何感想 特別我們台灣 好啦朝鮮半島緊張情勢升溫 俄羅斯也表態了 你會問跟俄羅斯有什麼關係 有啊 他們今年呢簽了一紙協議 那協議叫什麼 叫任何一方呢如果受到侵略的話 彼此必須要互相幫助 措辭呢非常明確 俄羅斯說我們沒有必要再釐清了 當時講的就是那樣 那如果說呢兩邊真的打起來的話 哇那是不是就表示這邊俄羅斯也會加進來 那就會直接在這裡炸鍋了呢 美方這裡呢他們當然是會很擔心啊 同時朝鮮半島的局勢 中國其實也是很在意的 中國的講法是他們認為局面可控 而且呢他們也說了 北韓呢應該不想要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那也就是說他們是乘一石之快 要乘一石之有嗎 這邊打一個問號 原因是因為美國他可能只是想要讓美國 國際社會意識到拜登的北韓政策是錯誤的 給新上來的那個人給他一個方向 但是他們其實沒有真的想要讓他不可收拾 到底他的這個局勢 以及他的這個動作意味著什麼 請教賴老師 這個當然對於朝鮮來說 因為他發展核武的關係被制裁 那美國的制裁 除了聯合國按理會的制裁以外 他聯合了韓國日本一直加碼 所以朝鮮事實上是被很嚴重的孤立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他因為制裁 所以他的經濟的東西不能夠跟國際社會有所接軌 他的經濟的狀況並不理想 他一直想突破 過去文在寅的時候一直要緩和兩韓的關係 然後也要解決這個核武的問題 事實上經過了五年的努力有很多的改善 有很多的進步 可是隱形月上來了以後 他的這種仇北韓的 朝鮮的這種態度太強烈了 然後我們看到拜登對於朝鮮一直希望說 用這個核武的方法來引起拜登注意來去談判 也就是重新回到這個核武談判的這個部分來解除制裁 那拜登是故意無視他 故意漠視 那我們就看到兩邊的關係就越來越緊張了 也就是南北韓的關係越來越緊張 接著導火線就是來自於空標技巧 這個隱形月管不住 而且也不想管他們的這些脫北者 跟反朝鮮的這些人 然後把這個氣球飄到朝鮮去 朝鮮就回以顏色 丟大便 丟垃圾 就糞從天上來 那這個對韓國人來講覺得是很困擾也很侮辱 所以彼此之間一直在加碼 前段時間還設這個新戰韓化的廣播戰 朝鮮說我把你轟掉 這樣的一個情形 兩邊劍拔弩張 越遠越烈 我看到這裡的時候 我就常常會感受到就是說 就好像我們台灣管不住台獨的嘴一樣 那張嘴管不住 520去講一句話搞得兩岸關係緊張 10月7號又講的話 又兩岸關係緊張 現在10月10號又講 那張嘴管不住實在是很麻煩 就好像隱形樂也管不住自己的嘴 不斷的挑釁朝鮮 也管不住空飄氣球 不斷的挑釁朝鮮 兩邊的關係越來越緊張 那麼到現在 其實這是一個象徵性的動作 為什麼 因為大概只炸了75公尺左右 其實要恢復很簡單 再重新蓋一下 就修一修就好了 那很簡單的事 但是這是一種態度 也是一種象徵性 而且是貼近在這個非軍事區裡面的爆炸 這當然就引起美國的焦慮了 為什麼 因為也看著朝鮮的軍力在增加了 而且昨天有140萬人的年輕人 他們要加入這個朝鮮軍 國防軍 那麼要願意赴戰場 這好像已經在進行一些政治動員 這些動作都拉很大的時候 當然就會讓美國的焦慮越來越大了 為什麼 因為如果在選舉期間 爆發這個東北亞的戰爭 或是局部性的衝突也好 那這個對於韓國的股市 對日本的股市 韓日的股市一旦受到衝擊 經濟一旦受到衝擊 現在韓國經濟很糟 日本的經濟更糟 兩邊一受到衝擊 你覺得台灣呢 三角輪動啊 接著就輪動到太平洋的另外一端 那美國的選舉怎麼選 根本不要選了 我覺得美國的焦慮也是很自然的 現在的問題是在於 又傳出一個更不好的消息 就是您剛剛提到的 這有關於二朝的協議的問題 據說那個學藝已經經過俄羅斯的杜馬 就是他們的國會通過了 現在送到普丁的辦公桌了 普丁只要簽字就立刻生效了 那很明顯的 朝鮮的軍隊想要獲得實戰的經驗 俄國需要朝鮮的軍隊來去介入烏戰 各位想想 如果真的有一萬人 兩萬人的 朝鮮的軍隊進入烏克蘭的話 他們獲得實戰的經驗 未來在朝鮮的戰場中 這個不得了 它戰力會提升 二方面是不是也幫俄羅斯解決烏克蘭的 朝鮮 烏克蘭的兵力短缺的問題 這個對於烏克蘭的戰爭也不是一件好事 聽起來就是一個聯動性了 以為那只是在太平洋的距離岸 沒想到它已經跨過了一個大陸 然後到了另一端去了 到底這樣子的一個惡性的聯動 戰爭的聯動會到什麼程度 我們等等廣告回來繼續來說 我們說在太平洋這一邊 大家很擔心的是南北韓朝鮮半島 會不會真的開火 請教立將軍 我覺得是不會啦 我覺得這件事情會這樣發生 大概就是這個金正恩 因為他們前一陣子國內疫情爆發之後 他再加上被國際的制裁 所以經濟狀況非常不好 那我覺得他會有這種事情來講的話 這個是轉移民眾的人民的一個注意力 轉移他的壓力 你看整個事情過程是怎麼樣 一開始就是這個北韓先對人家放一些空飄氣球 去騷擾南韓 那南韓就受不了了 南韓受不了就要反制 南韓其實我們講 其實也不是省油的燈 他們無力來講 我也不會比你差 對不對 他就不吃這個悶虧 那他就用無人機 發射到那邊 放那個傳單 然後其實我覺得他放這傳單 你看他傳單內容寫得非常好 真的一針戳中金正恩的痛處 就是說你疫情不好 你國內經濟不好 狀況是這樣 你還過這麼好的日子 所以這一針真的戳到金正恩 那金正恩這件事情對他的打擊很大 民眾對他來講會引起民眾的反感 所以他必須要有更大的動作 那他就在這邊炸鐵路做這些動作 我覺得整個過程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特別來評估這兩個國家 如果純粹就軍事武力來講 萬一真的打起來有沒有國家有 這到底南北韓來講的話 誰的勝算比較大 我覺得這很難講 因為現在來講 如果說以傳統的武力來講 絕對南韓是絕對優於北韓的 因為他不管是個型的坦克或者戰機 包括F-345他都有 然後尤其他還有美軍住在這個地方 那對北韓來講 軍力上面是絕對優勢 但是北韓他有一個特別優勢的地方 大家都不知道他什麼特別優勢 他炮兵多他炮彈多 他炮兵有上萬發 而且這個首爾是整個在他的炮兵覆蓋之內 也就是他上萬門的火炮 全部都可以打到首爾市區裡面 那你想想這種威脅有多大 他本身就是大爆兵主義的國家 他炮彈多到可以去支援俄羅斯 大家不要忘了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我覺得說是雙方首次 以傳統武力來講的話 一個是有地理上的優勢 一個是有傳統軍力上的優勢 當然對背後的各自老大來講的話 不管是美國跟俄羅斯 也都有各自的老大在支持 那不要忘了北朝鮮他還有核子武器 但是我覺得這個美俄兩國來講的話 應該來講 俄國戰爭那邊已經打得差不多了 這雙方來講絕對不會在這個地方 再讓他們這兩個國家發生衝突 尤其是說我們看到發生衝突的原因 也不過就是因為自己金正恩 在國內經濟上面狀況不好 那你在這方面 如果說讓他有一點方便來講的話 金正恩大概也是想要利用這個機會 跟國際要一些國際物資能夠支援他 讓他老百姓可以在經濟上面 可以獲得一些緩解 大概這件事情就會看到落幕了 是 我們先進廣告 等等回來請賓哥幫我們總結 節目最後要請賓哥總結 很多人在想 現在美國到底有沒有辦法同時應付烏爾 然後以色列這邊 然後南海 台海 甚至兩韓這邊的局勢 美國當然不希望讓自己落入這樣的一個狀況 可是有一個人會希望 誰 普丁 普丁會希望他落入這個狀況 所以大家不覺得俄羅斯對這件事的回應很有趣嗎 他說任意方面臨侵略時會相助 措辭明確無誤 無需釐清 他這句話講什麼意思 其實我覺得他早就知道金正恩要這樣做 我覺得雙方是有個默契在這邊的 因為他也知道金正恩應該不太可能直接對南韓產生攻擊 但是他可以產生一種威嚇的態勢 那一旦造成緊張的時候 你美軍就不得不回防 因為你對整個東北亞 不管韓國或是日本 你是有承諾在這個地方 你美軍的兵力現在已經夠分散 你現在就更沒有辦法集中到烏爾或是到以色列這邊去 這樣對俄羅斯的整個戰略布局是非常有利的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是北韓跟俄羅斯之間的一個默契 那這樣子你美國就要明知道你也沒辦法 你還是非得也面臨這樣一個狀況 那對北韓來講他現在國窮民困 他要積極在外面開拓 大家晚安 我是陳燕營 歡迎來到新聞大白話 接下來這一小時國內外大小事 要用聆聽人的話說給您聽 先來介紹這一小時的來賓 首先來介紹的是國際政治專家賴岳謙老師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還有資深媒體人謝罕斌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退役少將立正杰將軍 各位觀眾大家好 剛才首先帶你來看到的是 我們講到了這真的可行嗎 我們的經濟部長前幾天去到了智庫 突然之間講了這麼樣一句話 叫做說要到菲律賓去設電廠 把綠電帶回台灣 那聽起來他的講法是說 新加坡都可以跟澳洲買電了 我們跟菲律賓那麼近 為什麼不行 但為什麼是在一個印太戰略智庫 成立酒會的時候 講這麼重要的一個政策 這個智庫到底是什麼 後來才知道這個智庫 其實是有很多的美國日本的駐日代表等等 大家都有來 主辦人是誰 是這一位日本產經新聞的前台北支局長 石板明夫他所成立的 總統府這邊還特別派了傅密 何之委屈 然後甚至外交部台日協會 AIT 鼓勵演也都有去 大家就在講 是在幫這個智庫一起來讚瞎嗎 講到石板明夫 其實他的成長的歷程也蠻特別的 原因是因為他是出生在中國的天津 然後後來15歲才離開中國 然後去到了日本就學 後來進了產經新聞當記者之後 是在2020年總統大選的時候 被派來台北的 之後就很常上一些綠美來發表一些高論 同時也因為他的母語雖然說是日本人 但他母語因為15歲之前都在中國 所以母語算是中文 後來才開始學日文的 他在求學的過程當中 也特別有提到這麼樣的一段 所以他的身份很多人就在講 基本上很符合那個控宗保台的主概念 那如果說他來成立這樣一個智庫的話 大家就想知道說這個智庫 其實他應該會有蠻有論述的 在這樣的一個主政的主持之下 提到的智庫大家都在說了 過往其實在國外也有很多外國人 在當地成立智庫 比較有名的是誰 在美國這一邊當時 郭文貴成立了智庫 結果後來被說是以反共為民 甚至還被說是有詐騙人家的錢 高達10億美元 然後因為這樣子而可能被起訴 甚至可能會被關數10年 在台灣這一邊 過往也有這種就是比較偏政治 然後後來有吸睛的案例 可能就是台灣民政府了 那個時候這個首腦在審判的過程當中 還死亡 然後引起了很大的一個政治的波瀾 大家就開始在講了 其實在台灣這一些相關的政治立場 這一些大家都說 有沒有可能就是抗中保台的一個 比較好的出路啦 原因是因為譬如說 現在這一位被國台辦點名 台獨頑固分子的沈柏洋 他突然之間講說他不是黑熊學院的負責人 那他後來改口了 他說我本來就不是負責人 我是創辦人 他提出來的只是要 譬明國台辦的事實查案能力 有問題而已 但是如果是他跟黑熊完全沒有關係的話 有粉專就直接講說 會不會其實像人家那種八大 也都是找人頭去掛名負責人等等 真正出錢的老闆會隱身在幕後呢 其實在這個所謂的抗中保台上面 在蔡賴清德講出了113年之後 也有人在說啊 比如中華民國不是我的祖國 我的祖國還沒建立 這些比較台獨派的人沒有辦法承受 或是沒有辦法來接受這種祖國論的講法的時候 大家就會說這個認知上面 這個論述上面是不是邏輯會有些問題呢 抗中保台現在對於一般的家長來講 最在意的真的就是這一件事情了 最近有很多高中生爸爸媽媽收到了那一張紙 要你回填 填什麼呢 填高中發的這個扶勤同意書 表單上面呢都沒有提到戰爭 全部都跟防災有關係 但是去詢問之後 法源依據竟然就是來自於全民防衛動員法 大家就在講了成平時期為什麼要做這個調查呢 好 鄭英耀我們的教育部長說 是因為基本上啦 全民國防人人有責嘛 但是我們現在呢都跟戰爭沒關哦 我們現在都是朝著防災這個方向 在做預備 在做準備 如果真的打過來怎麼一辦 就全民國防人人有責啊 那我們就要問不對啊 可是有的人的小朋友在國外 那要怎麼樣叫做人人有責呢 那賴清的兒子現在又在哪裡呢 另一件事情呢 則是到底是不是會上戰場 教長告訴我們不會讓小朋友上戰場 只是真的答起來你不也說了 全民國防人人有責 有所謂的分前線分後線嗎 台灣就這麼小的一塊地方 但玩之地真的有辦法來承受這樣子的一個後果結局嗎 現在呢在對岸的軍演過後 也看到了很多譬如說偏綠的媒體會講啊 就酸對方啊怎麼那麼快啊等等 但是啦大陸學者是怎麼看的 他們說讓人想起了毛澤東的三句話 第一叫不打第一槍退避三射 還有來而不往飛離野 他們強調北京並不是會主動發動攻擊的 但是呢台灣如果一直挑釁的話 那就有助於在政治上頭 讓他們保持一個主動權 美飛呢基本上這幾天看到了 他們的一個動作叫做 他們展開了一個10天的聯合演習 是海上戰士合作 只是這樣子在呂壽島北部這邊的合作之外 他們單方呢 比如說菲律賓單方也都特別強調 這跟台海沒有關係 我們做的都是一些防災的演練 這個不針對任何一方 但是如果啦真的打起來的話 就要問現在中東有問題 現在俄烏這邊有問題 如果日本這裡有問題 台海這裡有問題 甚至南海這裡有問題的話 美國真的有辦法五線作戰嗎 而且背後對的 其實又可能在這邊是中俄連線的問題 好 張宥霞呢 現在建了俄羅斯的防長之後 他們強調雙方要加強軍事合作 同時呢 等等有問題有狀況的時候 我們能夠期待美國人嗎 川普的一個最新回應說 他如果選上中國就不會親台 但是到底會不會出兵捍衛台灣 再一次的講說 我不會告訴你真切的答案 因為這個不回答假設性問題 請教一下兵哥 因為現在在軍演過後 大家所擔心的就是台海之間的狀況 但是呢 另一個則是封鎖起來 我們的能源怎麼辦 當我們的經濟部長提出 要到菲律賓來設電廠 把綠賓帶回台灣 可是是在印太戰略智庫 成立酒會的時候講的 大家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在這個場合 大家知不知道雲豹能源早就去飛兵了 所以呢這是在幹嘛 這在幫雲豹能源 創造一個非常好的 又可以接台灣的電力的 能源的這個生意的一個機會 就是這樣子而已 因為它的構想是來自於 新加坡向澳洲 他們現在正在眼裡在設 這樣子從澳洲一路牽電纜 牽到新加坡 牽4800公里 可是這都只是一個規劃中的東西 因為做成他們估計 最起碼2030幾年以後 那到底真的是不能做成 還不知道 但是雙方正在積極推動這個東西 那可是我覺得 郭智慧最好笑的就是 第一個 這東西你真的經過 詳盡的評估跟規劃 根本也沒有 然後他在上面就直接講說 這個電力一定會比 我們在台灣自己發展 這個綠能還要便宜 我想請教一下大家 如果你從菲律賓千里迢迢把電接到台灣來 中間的耗損什麼東西成本都不談 然後結果他居然成本還比 在台灣發光電低 那只證明了一件事 台灣這些光電業者在A錢 不就這個意思嗎 不然的話他怎麼可能會比 你拉了上千公里來居然還比較便宜 這到底發生什麼事 所以郭智慧你在證實現在 民進黨就在圖立這些光電業者 這些光電業者正在A國家的錢 吸納稅人的血 不然的話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 所以他今天趕快道歉啊 說沒有沒有沒有 他以為自己還是董事長 不應該這樣談 所以我是早在郭智慧上任的時候 我就覺得 你做三個月就好 不要再做下去 再做下去你自己會很難看 那你現在堅持要做下去 你只會讓自己更難看而已 當大老闆多好 何必搞這種事情 那石板明夫也是一樣 他現在也是在幹嘛 他也是在賺抗中保台的錢 基本上就是這樣 這些人都是看準了商機 包括曹新城 包括沈柏洋 無一不適 大家都想借抗中保台 來創造自己的聲量 來創造更多的財富 就是這樣子的東西而已 好笑的是印太戰略智庫 他成立馬上公佈一個民調 這個民調都對日本做了 結果發覺日本多數人是希望 到時候台海發生戰爭的時候 是美國會來救 那日本人呢 日本人在後面支援就好 就是這樣子 這就是事實 我覺得這個民調做得挺好 這也是客觀事實啊 為什麼台灣有事 日本就要有事 誰告訴你的 為什麼台灣發生戰爭 日本就要去打 這已經是他們的民調裡頭顯示 台灣對日本來說 是整個亞洲他們最親密的國家 他也不過是這樣認為而已 所以你就知道外界是怎麼看台灣的 那至於沈柏洋跟曹新城這些人 被列為所謂台獨安顧分子 老實講啦 我是覺得你也太抬舉他們了 這幾個只是小丑生意人在賺錢而已 根本也不是什麼真的台獨安顧分子 但是好笑的就是 沈柏洋講這個是對 他不是黑熊學院的負責人 然後我去查了 黑熊學院沒有負責人 所以大家都不想負責 就有這麼簡單的一件事 錢另外有人收嘛 對啊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很弔詭 實際上沈柏洋在當上立委之前 就已經辭掉了他的 這個黑熊學院的職務 所以你看這些人 都是把這些東西當跳板 然後錢還是要做 還是要收 那至於吳辛黛這個說法 中華民國不是我的祖國 我的祖國還沒建立 漂亮 這史上第一個先國家而生的人 這個非常厲害 幹得好繼續維持吧 所以我就覺得 這些人每天在胡說八道 包括我們的教育部長都在鬼扯 真要講說 全民國防仍仍有責 那你就是要我們上戰場啊 不然什麼叫全民國防 然後你又告訴我說 這個學子不會讓他上戰場 請問一下戰場在哪裡是由誰決定 以美軍現在的戰略來看 一旦開打你家就是戰場啊 你還懷疑嗎 所以我們人人都在戰場啊 這有什麼好講呢 所以我必須說 台灣今天已經被帶到一個很惡劣的情況 可是如果賴清德你真的想要走向火車對撞 你真的要動員人 真的要讓大家戰備 那你就明講啊 明明就是要往這個方向走 你又不敢講 根本就是死了一個人 我想要請教一下賴老師 最主要原因還是因為 當我們在講抗中保胎的時候 看到了這一些新聞 然後對於家長最不能接受 就是這個時候突然發了一個 所謂的扶勤同意書 然後又說不會上戰場 這個邏輯很挫折啊 這個很怪 對於未成年的孩子 因為這些高中生 高中子的學生 他們都還沒有成年 都18歲以下左右 那未成年的孩子 你為什麼要他來表達他的自己 要不要上戰場的意願 我覺得這個是太殘忍了 我不曉得是教育部 是哪一個官員幹的這種事 而且要全台灣 而且台北已經馬上就做了 台北市的教育局 你應該有點擔當吧 台北市的教育局 你應該表達一點意見吧 你的長官要你做這個調查表 你就做嗎 你要把我們台北的孩子 都送到戰場去嗎 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也就是說 對於這些未成年的小孩 他是不是應該要問一下他的家長 未成年 他的肩負人要負責任 你有沒有問他的家長他同不同意啊 我覺得都還沒有問家長就要孩子填 這個每個學校教育局 教育部全部都要究責的 我覺得台北市議員要站出來 整個立法委員 徐曉欣做的對啊 就直接質疑啦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未成年的孩子 可以做這樣意向調查嗎 你要經過他家長同意喔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這個要解決的 這個要究責的 因為怎麼可以讓未成年的孩子 表達他要不要上戰場 我覺得這簡直是豈有此理啊 第二個 你經濟部部長 你跟菲律賓講過了嗎 你跟他有協調過了嗎 一項數有簽了嗎 還有就是你在菲律賓 你選址已經選好了嗎 菲律賓翻來覆去耶 小馬克斯剛上來的時候 不是馬上就到大陸去做國事訪問 而且跟大陸不是簽了一堆合作的協議 然後回來以後說翻臉就翻臉 那我們今天錢可以這樣子渣嗎 還有到底成本多少 土地在哪裡 然後整個開銷在哪裡 我們要負的責任義務在哪裡 菲律賓你要供應多少電 有多少電才能夠輸送回台灣 你到底有沒有 你什麼調查都沒有 你是一個部長耶 你是一個這麼大的官 你要做任何一個決策 有沒有整個都研究調查清楚 而且經過雙方的協商 都沒有的話 你可以就信口開河 另外石板明夫你成立的這個印太戰略 我還是要問錢哪裡來 我覺得要透明化 而且如果是從我們台灣的外交部 立法委員要把這筆錢看好 我們中華民國的錢 怎麼可以給外國人拿去用 我覺得這筆錢 如果是從國安會用機密預算支 我們立法委員更要把這筆錢看好 我們的錢給外國人拿去花 拿去用 而且找的全部都是仇中反中 抗中的人 這一點我們要究責 如果哪一天國民黨再回來執政的時候 所有的當時的官員 搞的對台灣的傷害全部都要究責 我覺得而且要終身究責 你不能讓他們逃過這一些 把我們的錢拿去給外國人花 就豈有此理 我覺得這簡直是絕對不可以接受的事情 我覺得有關於曹星成跟這個沈柏洋被制裁 敢做你就敢被制裁 怕什麼呢 有什麼好在那邊焦慮的呢 有什麼好擔心的呢 這個時候說你跟黑熊學院沒關係 你就有關係 全世界都知道你有關係 當初收很多錢 開了很多的班 那麼收很多的費用的時候 你沈柏洋有沒有分到錢 我覺得你把你的財務狀況跟大家報告一下 黑熊學院當初開了這麼多的班 拿政府這麼多的標案 收了很多的錢 你有沒有分到 你有沒有用到這個錢 如果有 其實你很明顯的知道 你就是透過黑熊學院 才有今天的這個關 如果你沒有黑熊學院 你有今天這個關嗎 好處你要拿 然後出了問題了以後 自己撇得乾乾淨淨 這不是英雄吧 這應該是另外一個熊吧 請教一下立長軍 原因是因為呢 當我們看到了 這個對岸的再一次的 所謂聯合力箭B的軍演之後 然後美飛陸戰隊也展開了 10天的聯合演習 當然我也特別看到了 菲律賓這邊他們強調 跟台灣問題沒有關係 你怎麼樣來看 美國這裡的動作 這個美國 我們看到他在 美飛這邊演習 第一點叫呂宋 那我不得不跟剛才這個 我們經濟部長要在菲律賓 蓋這個綠能的電廠聯想在一起 大家想想看你這個綠能的電 怎麼樣送過來 大家不要忘了 北溪二號是怎麼被切斷的 對不對 對胡塞組織輕而易舉的 就切斷紅海的四條的電纜的纜線 那如果說是我們正在綠能的電 300公里從那邊送過來 我們先不光講這個成本多少 那你怎麼樣維護你的安全 這次解放軍的這種封港演練 就是要封鎖我們台灣的天然氣的進口 那我試問各位 是封港比較容易 還是直接切斷這種 海底供電的電纜線比較容易 所以我覺得 這個我們賴政府做任何事情 感覺上面各部會都是各吹各的調 都沒有協調一致 然後這個講一句 然後大家就開始這個 頭痛一頭腳痛一腳 你說這個高中生扶勤發同學書 我覺得這個教育部長 你今天是身為為人師表中的師表 你怎麼可以說謊呢 我個人在台灣服役這麼多年 所有大小的風災地震包括空難 我都參與過救災 我從來沒有看過有一次有高中生來參與救災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難道為什麼會叫高中生來扶勤呢 我覺得只有一個原因 因為賴慶哲你之前講了一句話 你要社會防衛動員任性 要動員40萬的這種名利 那我是問你 這40萬的名利你從哪裡來 這個年輕精壯的都已經在部隊服役了 警察消防人員也已經在就定位了 然後後備軍人也必須要動員到第一線 去擔任服刑任務 這時候台灣生下什麼樣的 還有40萬的人力可以用嗎 只剩下唯一可以用的就是老弱富儒 那這些乳就是指高中生 其實高中生最好用 為什麼最好用呢 因為他本來就是各班各建制的 建中你們負責資源關渡旅 對不對 北運旅你負責在台北市開設這種急救戰 負責包紮 很簡單馬上叫學校的老師就帶去做這些動作 最好用 但是道不道德 如果這些孩子都沒有經過訓練 你貿然叫他去 我今天我有一個部隊指揮官 如果我在戰場上的話 那如果說這些學生過來 對我來講是負擔耶 是累贅耶 為什麼 因為他都沒有訓練過 都沒有教會 結果我變成我還要騰出人力來教他們 怎麼樣臥倒怎麼樣掩護 對不對 然後他在這毫溝怎麼挖 他也不知道 怎麼樣這個靶場上面一個散兵坑 你要怎麼去驚死他都不知道 那你變成還要騰出人力來這個教他 還要去保護他 萬一他受了傷 你要把他送回去 所以我覺得 這個不教而善會是念 你怎麼忍心做這麼不道德的事情 然後因為你這個賴清德貿然的一句話 40萬的人名利 你現在發現你講這一句話是講錯了 因為你根本就不可能找出40萬的名利 我想的是年輕精壯可以打仗用的 那在這種狀況上 你只有動員這些學生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不道德的事情 是 其實戰爭大家要看一看 線下就兩場戰爭正在進行 想要變成這樣嗎 沒有人想要吧 和平應該是大家最大的一個公約數